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Desmond 欢迎来到我新的房间 我认为非常关心 我认为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对于我来说我自己真的觉得 我是一个事事都觉得要很简单的人 然后房间我也没有太大的要求 所以一般进来就四面墙 然后要的床要的厨就是那么简单 直到我碰到The Orange Interior 然后大家就聊到说 所以其实这个房间可以依照我自己的要求 把它做得更好 所以这就是一种东西 开始在我发现 然后看看我应该如何 把这个房间变成一个空间 我自己也喜欢 以前看到的说 你来到睡房的话 你要睡觉就睡觉 你千万不要做工 因为如果你一做工的话 以后你来到这里 你的思想就是不要睡觉要做工 所以有了我自己这样的一个空间 其中的一个 wish list 我愿意的是 我可以有一个不同的层面 一个空间 我可以实际工作 什么我希望做 然后其他空间 纯粹让我休息跟睡觉 所以这个空间的打造呢 其实是非常重要 设计师也就是找了一个 所谓的折叠式的门 把这整个门一拉开 或者是一关闭之后呢 他就会把两个空间完全分化出来 这是我的工作空间 和我的睡觉空间 所以说 这个说 它其实给你 一个非常舒服 睡觉 空间 去完全休息 自己 而且 它其实 suits 我的整个生活 这是什么 你看 所以 你应该想想 有很多 interior designers 外面 为什么 《青春》 我回到 《青春》 曾经是一个 同时 讨厂memory 所以 这是 我当中的 《青春》 是 《青春》 作画面 但 我认为很多的想法和标志上符合我 因此我成立了《红颜色》 Desmond是很开心的想法 把洗衣室做成小的概念 但在同时我们想到的颜色 我希望他是白的 来配合我白老王子的形象 每次都认为《红颜色》是很浪费 使用一些设计的模型 设计的模型 也可以很美 《22》是我的幸运好吗 所以我跟Ivan聊了之后 其实可以看看 怎么样把《22》设计在某一个地方 最终我们找到的就是 那一盏要进厕所的那个门 把《22》设计在这个大门上 所以跟这个小规则 来说很坦白 当我闭上门 我闭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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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召唤我 是《22》的门 是《22》的门 简单 但是又不复杂 很多东西都收在厨里面 然后很多不同的格子 让我摆放我要摆的 我不是一个会把东西摆出来的人 但是现在你会看到在我房间里面 我很喜欢的《smurf》会出现 我红星大奖 超级红星的奖杯也会出现在里面 当然这些都是 因为有了这些小设计 是我以前从来不会想的 现在有了这些展示柜 我就把东西摆出来 每天这样看的话 感觉心情真的不错 因为都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你们去尝试想一下 如果你说你摸玻璃 摸什么木质的 所谓厨房里面的一些《Cabit A》 你看到那个所谓的指纹 你会觉得很厌烦 然后每次就一直擦一直擦 擦到来你就觉得很烦 可是这个好像感觉上没有这个问题 是的 因为这一款Ditan Series 它有的就是抗指纹的功能 也就是我们说的 Binkerberry Resistant 是 所以尤其是在这一类型的图 常常你会去触摸 会触碰 一天里面都触碰好几次 所以它就不会有这一个指纹的问题 我认为它会很特别 很特别 如果我可以有什么 我可以看出去外面 Clear Glass 之后如果我一键一按的时候 它马上可以霜起来 外面的人看不到我 我也看不到它 所以我就把这个意愿 其实也跟设计师那边沟通 然后他们也非常的帮忙 大家协商了之后 他们就去找 有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可以迎合我所要的这个东西 后来呈现出来的效果 本人非常满意 灯在一个房间里面 对你来说设计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它可以显示 它可以显示 非常不同的感觉 它可以显示 非常不同的感觉 他是会显示 他的朋友通过 他会显示 每一人的检台 建立 建立 制序 成立 我们会这样 均 которое 修正 recommendations 每个城市 的房子